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中的恶行略更加严重了 由于这个恶行略重体积也比较大 它进入这个红细胞以后 这个红细胞变得非常硬 那么这样就造成了很多脏器的微循环障碍 尤其中药器官 心脑 肾 肝等等 都会发生障碍的 所以就有可能造成多脏器衰竭 最后夺取病人的生命